大家都说吧 你们都听见什么了 圆 大 我听的 刘在 我抓着两个 一个是请 一个是乱 请乱 我怎么听的还是跑呢 反正我也听到了四个字 不要 地 和家 要不 不要 乱不 跑不 乱不乱 那你怎么了呢 那我 那我 我不拼着呢嘛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吧 不要乱跑 留在原地 请大家 你这个语法就不对 卓越宾都没分清 得利得的用法知道吗 那就是 请大家 不要乱跑 留在原地 这太有逻辑了 你这思维呀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质疑的了 你就算把我们的担忧给破解了 那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 那我应该站在这儿啊 你说呢 我们大家来看 现在电的问题 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哎 灵龙 现在储备量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现在呢 我登两个小时 够你们用一个小时的电的 这个 气垫池呢 它只能 存四个小时的电 所以我建议呢 大家我们一起来 所以呢 我要建议大家 应该合理地分配这个用电量 大家也来说一说 你们都怎么用电 用电多少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让大家 你别废话了 那怎么 我不用电 你们研究 你们研究 我用电量也不怎么大 我又不玩游戏 不听歌 就晚上看看书 我不同意 你怎么什么都不同意呢 你没事看什么书 我那玩意多费电呢 我看书能费多少电 那你天天晚上打游戏 你怎么不说呢 你跟谁俩的呀 我打游戏机 能费几个电呢 那我看书 那灯泡能费几个电 你看明白了吗 你不怕知识 现在是大家来分这个电 不是你们两个人 我先说一下我吧 我的要求不高 只要每天晚上十点钟 我要听两个小时的音乐而已 我不掉音 你有什么不同意的 我早是不是跟你说过 这到晚上十点 你就滋了滋了滋了 多闹心呢 可是我不听 我会失眠的 你这毛病有什么时候养成的 我工作的时候 那不好意思我冰净 我小学六年级开始了 每天晚上十点钟 准时上床睡眠也能觉 所以你看你这眼睛 老吵的 你告诉我这脸 你告诉我这皮肤 你看吗 我干哪 我这皮肤干的吧 你有话直说 我就是直说的啊 我说的都是实话 就对对对你脸好 你说你脸的油 都梦见机 别吵呢 你把我的电分给你们 我不要了 他没法说 说也说不明白 其实我愿意跟你说是 我还懒得跟你说呢 夏夏你不用见 多憋屈 管红你自己就行了 听见没 我跟翘翘说话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跟谁呢 我跟你 你就是知道玩个游戏 我看了书你就很怕 看明白疏料 你就怕别人有知识 看明白疏料 你就怕别人有知识 看啥 你的脑袋长得 你看就没错 你们俩没错 这都完事了 我的意见怎么就没人授权呢 我的意见是 大家一起过来 分着骑的车